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聆修的经文 是伊利米苏第40章 主题是 神保守他忠心的仆人 伊利米苏第40章 没有记录预言 只是记录了历史事件 从中我们看到 神保守他忠心的仆人 伊利米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几十年忠心传讲神的话 告诫犹大人要远离罪恶 回转归向神 否则就会亡国被掳 然而犹大人从君王到百姓 没有一个听劝告的 当巴比伦王内部 贾尼撒 遂经被围困 耶路撒冷的时候 因为伊利米忠实传讲神的话 预言 神已经将耶路撒冷 加在巴比伦王手中 惹怒了犹大王西底加 西底加就将伊利米 关押在王宫里 护卫宾院内的井里 虽然伊利米被关押 神仍然多次 透过伊利米预言 伊路撒冷将被攻破 犹大人将亡国被掳 一年以后 伊利米的预言 全然应验 他所预言的灾祸降临 巴比伦军队攻破伊路撒冷 烧杀抢掠 兵荒马乱 人都想办法逃命 而此时 伊利米仍被处于 护卫宾院内的井里 看来是难逃厄运 然而故事来了一个大转折 在第三者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尼布蒋尼撒网 专门提到伊利米 吩咐他手下的 要保护善待伊利米 要按伊利米说的去做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 神的百姓 倒是不听神的先知 还要害他 而仇敌巴比伦王 倒是听从 并保护神的先知 其实这是出于神 在任何时候 神都会保护他忠心的仆人 本来在第三者九章十四节 伊利米已经得了自由 但毕竟是兵荒马乱之际 不知怎么的 伊利米先知 又被锁到了 要被掳到巴比伦的 犹大人中间 神再次解救他 伊利米书事实上一到四节 伊利米所在 伊路撒冷和犹大 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 伊和华的话 领导伊利米 护卫长将伊利米叫来 对他说 伊和华你的神 曾说要将这祸于此地 伊和华是这祸的领导 照他所说的行 因为你们得罪伊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所以这是领导你们 现在 我剪开你手上的链子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 就可以去 我必厚待你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哪 全地在你面前 你以为哪里美好 哪里合宜 只管上那里去吧 巴比伦王的护卫长 尼布沙拉旦的这番话很有意思 犹大人是神的百姓 又有许多先知一直教导他们 但他们至终没有明白 他们的遭遇是因得罪神 是神的审判 他们唯有回转归向神 才有出路 现在 导致这个外邦仇敌的官长 转过来告诉伊利米 这祸领道你们 是因你们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如果你是伊利米 你会怎么选择 巴比伦是繁华的地方 而且有官长答应会后待他 犹大已经很荒凉 犹大人又不喜欢他 说不准 又会将所遭遇的怪罪到他头上 甚至再次害他 我相信大部分人 可能会选择去巴比伦 但伊利米选择了留在犹大 并到犹大神长基大利那里 伊利米之所以能做这样子的选择 因为他深知到神的心意 他知道神管教犹大人 是为了将他们转回 最终 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他的百姓的 先知也深信神的话 必然会成就 在一年前 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神叫先知买地 并告诉他将来 欢笑会再次充满耶路撒冷 人们会再次正常生活 买卖田地 因着深知神的心意 坚信神的应许 伊利米选择了留在犹大 弟兄姐妹们 也许我们不会面对 跟先知一样的选择 但我们在人生中 也会遇到很大的困境 需要做不容易的选择 也许是你婚姻的困境 也许是你孩子的困境 也许是你人际关系的困境 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心意 明白以后就要坚信 靠着神的力量 做和神心意的选择并持守 不轻易放弃 也不是看环境 不是从自己心意出发 选个容易的出路 基达利是巴比伦王 所立的犹大神神长 来管理留下来的犹大人 并向巴比伦进贡 基达利得到 耶利米和巴比伦支持 逃脱的军长 都来到基达利那里 基达利就吩咐他们 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 并叫军长要积蓄酒 油 粮食 他的策略 是叫所有军长 分散在犹大各地 一起重建整个犹大 基达利的政策 是遵从神旨意的 神说过 犹大人要扶持 巴比伦70年 然后会归毁 重建犹大 然而 他的立场 却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这些军长们 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逃了出去 住在田野 现在回来 都各有打算 有些是因为 喜欢基达利的政策 有些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有些其实是想寻找根据地 土某再次对抗巴比伦 但基达利却缺乏分辨的智慧 不相信回来的人会反对他 13到14节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纳和在田远的一切军长 来到米斯巴见基达利 对他说 亚门人的王巴利斯 打发泥潭亚的儿子以斯玛利 来要你的命 你知道吗 亚西盖的儿子基达利却不相信他们的话 以斯玛利是不愿意服侍巴比伦的 因此他计划杀掉基达利 再联合埃及一起对抗巴比伦 过去犹大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亡国 神说过犹大要服侍巴比伦70年 耶利米 基达利很多军长都轻重 然而以斯玛利却仍然不听 他继续选择对抗的立场 并因此使犹大的情况变得更加的恐怖 这都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所导致的 可见 不是所有的人被神管教后都会悔改听从 原来经历过祸患以后 有些人还是会不听神的话 还是会亡梗不顺服 可惜约翰南虽然敬眼 基达利却不相信以斯玛利会杀他 也没有做防范 后来果然被杀 导致犹大的局势更加的动荡 其实基达利做出一件事 就是没有求问先知 不然他就可能不会死 整个犹大神也能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除了要听神的话 也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也要能够分辨 随时随地寻求神的引导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你忠心仆人的神 帮助我们不害怕 不胆怯 而是来寻求你的心意 坚信你的应许 帮助我们做任何选择和决定的时候 以你的心意为重 不选择表面容易的 因为知道唯有你的心意 会带来最终的祝福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帮助我们放下个人的立场和计划 顺服听从你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凡事寻求你 做出和你心意的选择和决定 谢谢主 求神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